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上学后交费的承诺能否成为现实 后来的话经过我们一个努力加上老师的这个共同努力 我们办到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讲述退伍老兵上大学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军旅歌曲非常的流行 十八岁十八岁我当兵到部队 红红的领章映着我开花的年岁 虽然没带上大学校徽 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 歌曲旋律优美充满了青春活力 歌中既唱出了当兵的骄傲 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当兵还是上大学 在当时甚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是青年人的一道单选题 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得见 不过时至今日情况不同了 地方大学在校生参军入伍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就算是高中毕业应征入伍的士兵 退伍之后仍然可以有上地方大学的机会 今天给您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李亮是西安华西大学国防教育学院的办公室主任 如今在工作中游刃有余的李亮 几年前只不过是一名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村退伍老兵 2002年李亮从空军某部退伍回到了家乡 对于下一步的发展 当时他和家人产生了分歧 当时我们家里太多外在家境条件不好 然后我父母就想跟我找个工作 走走关系 然后在地方上稳定的发展 这也是一个大部分退伍军职组的一个路 也是很无奈的一个选择 几年的部队生活 培养了李亮不服输的性格 他想出去闯荡 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但是这样的想法却遭到了家人 尤其是父亲的反对 作为我父亲来讲的话 他是很传统的 他也想我就是在退伍与拓 在我们当地某个工作还是好谋的 是不是 进个企业单位 然后我跟我偷偷干着 然后再娶一方媳妇 然后娶媳生子 是不是 就是过这种农村的生活 但当时我的志向还不是这样的 我就想出来打拼一下 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个碰撞 说起当时的那次碰撞还真是挺激烈的 爷儿俩是你争我吵互不相让 谁都觉得自己有道理 李亮的父亲最后撂下一句话 说你要是不听家里的话 那咱就从此断绝父子关系 有人问了 不就是孩子想出去闯一闯吗 年轻人有抱负 这不是好事吗 至于吗 还断绝父子关系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 李亮的老父亲之所以这么激动 还有个原因 李亮想去上大学 而且是上一家民办大学 而且听说还能贷款 不用交学费 是从解放军报上了解到 华西大学招收教育扶贫的退伍军人 然后回家以后 我就跟我父亲商量这个事 然后他就感觉到难以置信 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足足未备 多少年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还有私立院校能给你贷款 说去就上当 老人的话不无道理 说起民办教育 学费高是避不开的话题 可是这所民办大学居然承诺 可以先上学 学校帮你贷款 而且一般都能贷学费的50%以上 学生毕业工作五年以后再还款 如果工资低 还可再延长还款期 真有这样的好事吗 李亮虽说也心存怀疑 但是他还是决定去看一看 然后我父亲当时就很无奈 就说你大了 那你有些事情你自个儿看着决定吧 包括我姑姑 我婶子 他们都是说那你去拼打拼打 有什么问题赶紧回来 给我打电话 三年制的大专 每年收学费7200元 也就是一个学期3600元 如果能贷款50%的话 那么交1800元就能上大学了 李亮说他当时是这么想的 这华西大学既然这样宣传了 那咱就去试试 如果不是那么回事 或者虽然可以贷款上学 但是学费不是承诺的那么低 到时候也根本还不起 那么就打道回府 再想别的出路 拿定了主意 李亮几经辗转 从山东老家来到了西安华西大学 来了一看 和他一样的退伍老兵还真来了不少 樊磊就是其中的一个 先给大家会同一下他们上一周 樊磊1997年入伍 退伍前是武警新疆总队的一名使官 和李亮不同的是 樊磊退伍之后 连四川老家都没回 就直接来到了华西大学 2002年 这个面临这个咱们退伍的时候 我当时就对咱们 对我自己这个职业生涯 有一个规划 因为就是说 毕竟的部队待了那么长时间 就是说退伍以后 马上就融入了社会 就是说 这个必须要有一个过程 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尽快的 就是说 给自己冲下电 樊磊也从报纸上 看到了华西大学的相关信息 而且他还特别留意了信息中 对退伍老兵的相关优惠政策 因为毕竟我们从这个部队回来以后 没很多积蓄 如果是说 部队出来以后 上学 如果再靠父母 我们自己也说不过去 我最想想就是说 在凭自己的 就经济能力范围内 如果能够完成自己的学业 更好 所以就是说 从部队退伍以后 就是说 我没自己回家 就直接到了咱们华西大学 提起西安华西大学 在民办高校界是很有名气的 2002年 学校推出了教育扶贫 信贷助学的新举措 对自立上进的贫困学生 由学校担保实行信贷助学 等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 再逐步的还贷 这项举措 使贫困学生 仅用较少的学费 就可以完成大学学业 同时 学校还非常欢迎退伍老兵来上学深造 如果这名老兵在部队立过功 受过奖 或者在部队入了党 那么本来就不高的学费 学校还可以帮你贷款50% 甚至100% 百分之百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零学费入学 不过西安华西大学可是民办高校 零学费入学 为什么 如果我们做这件事 按三年五年来看这件事 肯定是赔了 如果我们到十年十五年看这件事 我们才是最大的盈利者 我们要的第一是品牌效应 第一 第二是持久的雄幻效应 第三 还有它创造财富的效应 所以我们扶贫的世界有两个条件 第一 不单是贫困 而是上进 第二 这些优秀的士官 士兵 我们来观察它 我们排养它 我们考核它 我们在确定它 在华西大学 不只是退伍老兵 凡是来自城乡困难家庭的学生 都有资格进行零学费入学的申请 入学后 每个寒暑假 学生通过参加学校组织的 到经济发达地区相关企业的社会实践活动 赚取一定的工资 一半充底学费 一半作为自己的生活费 这样的模式让学生在上学期间 就能把贷款还得差不多了 自己的生活费 也不需向家里申手药 甚至还能给家里寄钱 即便还有贷款 一律等毕业工作五年以后 按照自己的工资比例进行偿还 之所以对退伍老兵情有独钟 王校长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们所搞的扶贫教育啊 管理首先走在前面 什么是最好的管理 在青年人 我们认为部队的管理是最成熟的一个管理方法 我们就引进这个部队的管理方法 而面对所有的青年人 但是很多部队的管理人员 他除管理之外还要干什么 他没有知识 他不行 他没有就业 他不行 他更需要的是创业 所以我们的扶贫 又向着退伍工人 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一举两得 引进了他的管理 辅助了所辅助的对象 不仅如此 华西大学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从学生早上六点出操 到整齐画一的校服 可以说特色鲜明 所以当老兵们来到华西大学时 大家的第一印象 这里的感觉太熟悉了 咱们学校的管理是一个全区制化的管理 作为我们军人来讲 这是我们非常专长的地方 发挥我们优势的地方 我们也比较喜欢 也爱好的东西 赵飞是华西大学财富教育学院办公室主任 原来是著名的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一员 退伍后 本来在一家企业做礼宾队队长 结果一次偶然的机会 被华西大学的校长王明亮给挖了过来 他对我说 华西大学是搞准确认化管理的一个特色的院校 我呢也借此机会来到了华西大学 然后到华西大学 就等于是参观也好 观看也好 然后华西大学的师生的生活 我们从部队上养成了一些良好的习惯以后 到地方上就是很难再维持下去 可是到了华西大学之后 你完全没有这样的顾虑 每天早上起床出操 按时洗漱 整理内务 所有这些几乎跟军营是一模一样的 这让老兵感到了亲切踏实 同时也成为很多退伍战士想来到华西 选择华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很多退伍军人 他用了社会以后 缺少了那个这个军事化的环境 你看现在很多人退伍军人 他就没有那个以前的军人的作风了 因为他没有这个环境塑造他 是不是 就像你学的英语 但是没有环境讲英语 还是讲不出来 您别说 李亮举的这个例子还真是很形象 也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不过他这一说学英语 我想起了一件事 要说这些退伍老兵 素质过硬 作风优良 那是没得说 但是说起文化知识 好像就是短板了 入伍前虽说都是高中毕业 但是在部队 毕竟你要执勤 要训练 不可能天天学外语 学计算机 高中的底子恐怕现在也早就生疏了 如今进入大学学习 他们能跟得上吗 底子非常差 当时英文的话 我们不叫ABCD 叫阿博斯德 你全部忘光了 第一次上这个计算机实验课的时候 我说老师说下课 因为我们部队里面有些作风 和一些良好的作风也比较好 因为一走 虽然是公共设施 但是我想是为了节能起见 关电脑 但是我看了半天 不知道怎么关 唯一的当时一个想法就是什么 把第二元一巴 啃个电脑就关了 给老兵们上课的 基本都是大学教授副教授 您连英语发音都发不准 连电脑的基本常识都不会 怎么教呢 但是华西大学的老师们 却没有看不起这些退伍兵 老师们心甘情愿的放低身价 就从语发音标教起 就从开机关机教起 认认真真的教导着这些退伍老兵 老师们这样做 原因很简单 这些兵学生太可爱了 他们渴望知识 渴望成才 所以他们良好的纪律 这个能吃苦的这种精神 也表现在学习的方方面面 老师到这儿来上课 他们觉得以后 给这样的学生上课 他们也有镜头 因为学生以后 渴望知识那番眼睛 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肩上有一份责任 所以他们喜欢到这儿来 特别是喜欢给我们腿无军人 这个班级去上课 他们感觉到那种学习的热情很高 我们老师就没有因为说 我们学的比较慢 或者是时间上的比较多 而就说老路什么的 对方没有 从来没有 在课堂上面 就说我们少是在私下 就是朋友关系 所以说他对 不论是对我们学习 还对我们生活 都是非常照顾的 老师认真地教 学生努力地学 渐渐的老兵们的学习 有了明显的起色 而且越来越好 不仅如此 在大学这片新天地里 老兵们也有了自己新的成绩 后来我们把两个代表 参加了全校的口语大赛 校技的 我们两个还度过了名次 这就是说 退伍军人他来 唯一担心的地方就在于 我来能不能学成 我来学不成怎么办 就是底子这么拨 那么我们当时也有这个顾虑 后来的话 经过我们一个努力 加上老师的这个共同努力 我们办到了 时间过得很快 李亮他们这些退伍老兵都快毕业了 接下来就是找个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怎样创业发展的问题 退伍老兵们经过部队的训练 吃苦耐劳 扎实肯干的作风 早就融进了血液中 而经过学校的全面文化教育 知识储备理论基础也都比较扎实了 应该说拿到大学文凭的老兵们 无论是去创业还是找其他的工作都很有优势 这个退伍军人自身素质好 是一块品牌 那么如果说你通过培训以后 增加技能以后呢 又是另外一块品牌 所以现在很多退伍战士愿意退伍以后呢 到这学校来增加另外一块品牌 这样的话呢 他找工作的时候呢 增加了更多的竞争力 按照我当时学的技术和能力的话 在西安找一个工作是非常轻松的 而且清楚也非常高 在2004年 当时那个时间段 我在西安软件员找到工作以后 工资就达到1800 那就是非常非常高的白领了 不过最终李亮他们决定留在华西大学 尽管起初这里的工资待遇 没有其他企业高 但是希望更多退伍老兵 能走进校园的愿望 让他们选择留下来 第一个 我感觉这边的就是说 一个是环境 第二个 就这边的人 第三一个 咱们这个学校的校风校帽 第一次一个 也最主要的 就是王校长的人格魅力 征服了我 所以对我依然决定 就是华西大学 从最基本的 福德院开始干 然后慢慢做这个年级主长 最后做的这个学问课上 我们里面五十名主要的管理干部 四十名得到他们这种模式的肯定 二十名就是间接和直接的部队干部 而十名已经是我们里面管理团队的标兵了 如今啊 李亮 樊磊 赵飞 都已经成为华西大学的教职员工了 尤其是李亮 还成为了华西大学国防教育学院的负责人 这所学院是西安华西大学重点建设的二级学院之一 尤其是百业兴农创业专业 主要招收退伍军人和有创业愿望的农村有志青年 合格的毕业生可以通过学校提供的十到五十万元的无息贷款 实现在城镇农村创业的梦想 我们就是要走出自己的特色的一条路 我们这样走下去了 我们才有自己的发展固件 走出特色 走出质量 走出座位 退伍老兵通过学习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过去的疑虑早已被一扫而光 我爸他现在遇到我当时面对尴尬了 他跟我的亲戚朋友 跟我的一些人讲 跟我的一些同学讲的时候 面对头说那不可能 那怎么可能 那我爸现在就跟人家激眼了 怎么不可能 我儿子现在都做到一个学校的中生干部了 那怎么会不可能 信贷助学让无助者有助 教育扶贫让有志者成才 这是西安华西大学的王明亮校长 荣获中央电视台2009年度十大三农人物时的两句获奖词 对于退伍战士来说 华西大学为他们提供的不仅是一次大学教育的机会 更是打开了一条实现人生价值的心路 减轻的也不只是学费的压力 还有老兵们心中曾经有过的对未来的担忧 在此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退伍战士能够实现新的梦想 有更多的有识之士 关心可爱的老兵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他是中国辖区最大的片景 他的家又是中国最小的110 一盏红灯温暖了黑土地的寒夜 崎岖山路留下了数不清的脚印 常年守望 他受到了苏木河百姓怎样的爱戴 关心如指 他又为何赢得了重如泰山的哀龙 和平年代优秀不转军人系列节目 下期播出 王将天堂的手腕 又发拉底河 大名鼎鼎的防空导弹尸首 海基阵地上 以色列公开投措先进为达 自信集权的争复 爆出怎样的战争秘闻 周末开讲 隆重推出联合作战知识讲坛 国防大学陈奉冰教授开讲 联合作战中的自信失传 周末开售 期末开掌 昨天 剧下一位